其實這一間是建商找我來做食品屋 那這是一間霸食品的一個空間 當初我一進來的時候我就看到窗外的這片美景 因為它是滿滿的綠椅 所以我就思考說如何把這樣子漂亮的一個樹林美景 跟我室內的風格做結合 風格設定上我們就想要做一個稍微比較休閒感 可能帶一點點殘風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全市做了木質的地板 那還有一些比較粗曠原始的材料比較自然的材料 所以我們運用了一些特殊漆 比如說像我們天花板的梁 我四周梁用了一個比較鐵鏽的感覺 來去營造一個歲月的痕跡 那還有我的電視牆有做了一個石皮的感覺 那還有我的天花板也做了水泥的質感 清水膜的質感 那這些材料都是讓它呈現出一些比較有時間的感覺 歲月的痕跡 那看起來會比較有沉浸的感覺 它們地震有多經很多的梁跟柱 所以說我們的空間並不是那麼方正 在我這個空間看起來其實是方正的 是因為我們把很多機靈的空間 我們都用收納櫃皮把它填滿 一方面是可以滿足收納機能 一方面是可以讓整個空間抓得比較方正 那因為這是80坪的空間 所以它主臥的格局本身本來就蠻大的 那很多客人都會希望說在這麼大的主臥空間裡面 想要隔出一件更衣室 我是用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表現手法 因為它的床頭有一次大量 所以呢 我們這次就是把床放在空間的中心 那我們把梁下枕排來做衣櫃 床頭的部分我們用了一個半牆的方式 來去做一點區隔 所以說你走到這個回廊裡面 感覺還是有進到更衣室的感覺 可是呢床又沒有壓樑的一個問題 那整個空間視覺看起來比較開闊 好耶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